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云铭 最近呢,经常和朋友一起讨论现在世界局势的走向 那么现在有不少朋友呢,对于世界局势的发展都比较担忧 那么就像我其他集结所讲到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段呢,应该是属于第四次产业革命 也就是互联网信息革命 在物质基础发生巨大变化之后 我们人类文明在精神层面和上层建筑方面 也必须做出相应的变化这样一个阶段 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样一个阶段进行调整和发展的背后 它所蕴含的能量是巨大 因此呢,它会出现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呢,是能量一次性的剧烈爆发 那么这当然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动荡 另外一种可能性呢,是整个的调整发展过程 在可控的状态下,能量逐步释放 最终完成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 那么这种可能性呢,因为能量是有序的逐步释放 所以不会出现一次性的,带有巨大破坏性的社会动荡 那么按照我们人类前三次产业革命的特点和经验 我们可以看到,发生第一种可能性的几率比较高 发生第二种可能性的几率是很低的 这主要是因为第二种可能性 它对于总体的控制能力要求的比较高 它不仅要求要控制得住 而且需要在长时间里保持稳定的控制 这对于控制者的耐心和毅力都有着巨大的挑战 同时呢,因为这个控制过程 它跨越的时间尺度会比较长 所以很有可能会受到不可控因素爆发的冲击 这对于控制者的应变能力也会提出巨大的考验 与此同时呢,每一次的产业革命和上一次相比 要求同步控制的人类社会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那么这第四次产业革命也就是互联网信息革命 要求我们的控制范围已经达到了全人类这样一个范围 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的各个强国 只要有一个强国是去控制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引发全球范围的能量爆发 那么从这几年的形势来看呢 尤其是当我们全人类经历了新冠的歧礼之后 尽管现在出现了俄乌战事和中东战事 但整体来说,全人类还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失控 毕竟和之前的产业革命相比 我们人类的物质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互联网给我们在信息交流,信息共享 尤其是进入到大数据时代之后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另外像现在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 压我们人类的掌控力,有了指数幅度的增长 像我之前分析俄罗斯恐怖袭击的内集中就专门提到了 像俄罗斯的恐袭,按照以往的惯例 很有可能成为俄乌战士升级的一个导火索 但正是因为互联网的存在 所以人类社会的自身控制力有所提高 从而就使得这个往常会引发战争升级的导火索没有生效 而且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所说的这种控制力不仅仅是我们之前通常所说的政府的控制力 而且也显示出现在人类社会民众主体意识对社会的控制力也有了大幅的增长 那么这些进步是否就意味着能量一次性大幅度爆发的风险就降低了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那么从最近的新闻和一些数据统计来看呢 有一个超出我们人类控制之外的因素正在迅速的恶化 而这个因素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成为导致能量失控 社会拒绝动荡的主要原因 那么这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自然灾害 实际上从我们人类文明诞生的时候开始 我们人类呢就一直想对自然灾害有所控制 当然最初的时候我们的物质能力极为有限 所以把控制自然灾害的希望寄托在神灵的身上 那么尽管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今天 我们对于很多自然灾害的理解要全面深入很多 但是我们距离想要控制自然灾害 避免自然灾害还差得很远 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我们对于自然灾害最主要的进步 是对于局部自然灾害的控制 以及应对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 但是对于全球性的大规模的自然灾害 我们人类基本上仍然是束手无策 这里面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根本的原因 那就是涉及范围越大的自然灾害 它背后的自然界成因 从地域上来说往往是全球性的 而从时间尺度上来说 甚至可以说它所处的周期 是远超我们人类文明存在的时间 因此我们人类想要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难度太大 像我之前曾经讲过 关于现在全球变暖的问题 这到底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污染造成的呢 还有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 正是地球变暖大周期的一部分 那么从最近的一些科学研究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全球性的变暖 很有可能是这两个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果我们所处的时间段 正是地球变暖的大周期的一部分 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在尽力减少污染的同时 必须要做好准备 去迎接地球的全面变暖 可以说一直到最近 我们人类在研究自然灾害的时候 才开始学会站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考虑问题 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对山火的控制 在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人类认为只要有山火 就应该迅速的扑面 甚至应该把山火尽量的防患于未然 不过最近这些年的研究发现 全力消灭山火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因为山火的发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 当气温升高 天气干燥 缺少降雨的时候 山火的发生是必然的 而对应这种气候周期呢 森林植被在干稻期 遭到山火的焚烧 这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植被的过分生长 同时呢 燃烧过后的灰烬 也为土壤提供了养分 这实际上是和气候变化的周期相对应的 那么科学家们发现 当我们一味的避免山火的时候 就会造成植被过度的生长 那么在人为的帮助下 这些树木躲过了正常周期里 山火的限制 那么在几个周期之后 因为山火的发生 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 所以当这些过度生长的树木 被山火再次点燃的时候 山火的破坏程度 很有可能 反而会变得更加严重 所以呢 现在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理论 应该让山火在可控的范围内 周期性的发生 这才是和自然界更加契合的做法 由此可见呢 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对于自然灾害的理解和认识 仍然是处于一种摸索的阶段 因为毕竟 要想真正的理解自然灾害 它所涉及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 都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思考所能比拟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 自然灾害是我们人类文明 今天仍然不可控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我们现在的全球局势 又是处于一种非常微妙 复杂脆弱的平衡状态 因此呢 在未来几年之内 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 还有可能会成为打破平衡的 那个导火索 那么从这几年的天气变化情况 以及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来看 这个可能性很高 就最近几年 我们确实能够感觉到 气候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很多地方每年的最高温和最低温的记录 在不断的被刷新 而夏天和冬天 灾害性的气候频发 前两天呢 我读了一篇文章 本章中提到了一个数据 那就是去年一年 地球海洋的温度提高了0.25摄氏度 那么有人就会说 0.25摄氏度这个数字听上去并不高 那么如果我告诉你另外一个数据 你就不会觉得这0.25摄氏度微不足道了 那么另外一个数据就是 在此之前的20年 全球海洋的温度一共升高了0.25摄氏度 由此可见这一年海洋温度升高0.25摄氏度 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增幅 这也说明现在全球变暖的速度 已经到了一个多么可怕的程度 那么海洋温度的升高 就会造成全球性的气候突变 那气候突变 无论是带来水灾还是火灾 一旦涉及的范围过大 首先就很有可能造成粮食危机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稳定 它的最根本就是民众的温饱问题 因此一旦出现饥荒 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那么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 又会因为我们现在的高度全球化的文明程度 而迅速的向全世界扩散 如果我们处于一种全世界和谐的状态 那么大家供丹压力 自然灾害所引起的动荡 就会很快的平息 但问题是 现在的全球状态并不是一种和谐的状态 而是纷争频发的状态 全球化组织的工信力在迅速的减弱 因此当自然灾害所引发的动荡发生的时候 各方很有可能想的并不是供丹风险 而是要切割风险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很多已经比较脆弱的平衡状态 就会被彻底的打破 而这些平衡一旦破裂的话 局势失控的可能性就迅速的增长 那么这里和之前的人类文明相比 还有一个更大的隐忧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类社会 相互之间的联系 已经和以往有了巨大的飞跃 那么这种紧密联系呢 当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 但同时呢 当我们这种紧密联系 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 尤其是想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爆发的时候 它的应对速度会比较慢 因为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格外的需要 紧密联系的各方各个个体 能够共担风险 共同承担调整压力 共同去争取调整的时间 这样才能把破坏性降到最低 但是就当前的全球人类社会的状态 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就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了 那就这两年的数据来看 自然灾害的频发 已经在保险业 有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实际上全球保险业的 沉害能力还是很强的 像之前美国巴尔蒂摩 轮船撞大桥 那么索费金额呢 是30个亿 并没有哪一家保险公司 因为这个索费金额而破产 这主要就是因为 全球的保险业 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 巴尔公司相互之间进行互保 这样呢 就会把大额索赔的压力 分散到整个网络来承担 但即使全球保险业 它的卡能力很强 但就这两年的保险业的一些变化 可以让我们看到 自然灾害的频发 已经给保险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我们以美国为例 像美国加州 因为山火频发 再加上最近 降业量大幅的增加 因此呢 保险业索赔的案例 也迅速的上升 所以美国已经有 数家主要的保险公司 退出了加州业务 同样的情况呢 也发生在了佛罗里达 和另外一个美国的重灾区 新奥尔良地区 最近我读到的一篇文章 里面就写道 美国去年 需要保险公司 大规模赔付的 自然灾害事件 是26起 那么在之前的20年 平均每年 这个数字 是8起 也就是说去年 美国大规模 自然灾害的 事件数量 整整翻了三倍多 那么美国的这种 自然灾害爆发数量 上升的情况 并不是美国独有的 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 我们都看到了 气候斗变的情况 像前几天 发生在中国江西的大风 这都是非常罕见的 气候异变 我们应该知道 自然界 尤其是气候的 变化周期 它的时长 都不是以年来计算的 而是基本上 以五年 或者是十年起步的 所以很有可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 气候的斗变 只是一个开端 那么在今后几年里 我们人类很有可能 要面对更大的 来自于自然界的 气候挑战 那我们的人类社会 能否在自然界的 挑战面前 结束纷争 变得团结 共同面对呢 还是会在灾害面前 各自打算 让原有的脆弱的平衡 彻底崩塌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很难 给出答案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是 在互联网时代 在信息爆炸时代 这个问题的答案选择权 不仅仅在各国的政府 也在我们每个人的手里 那么在未来几年里 我们很多人的个人选择 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之后的整个人生 所以从现在开始呢 要尽力的做好准备 这个准备不仅是物质上的 同时呢 也是意识上的 这是互联网革命 给我们带来的物质能力的提高 所提出的必然的要求 希望全人类呢 有更多的人 能够在面对 关键性的选择的时候 已经准备好 选择正确的答案 因为只有这样 人类文明 所受到的伤害 才会越小 人类社会的 卡能力 才会越强 那么人类社会 到底能够做到 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让我们在 未来几年里 拭目以待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